第一辆学车是我同学住我旁边的 它有辆200cc的Honda 我见它在那里,什么来的,怎样玩的 就是它导我新鲜的,教我玩 一开它200cc玩完一转,它说原来这么好玩 接着买了CB400N,这可能没什么人认识 我是Sunny,香港珍藏车协会成员 这是我放玩具的地方,用车是用电车,省皮 可以介绍一下,这架高温 高温在香港都已经有一段时间 有机会在香港最美的那架1500高温 另外高温我特别喜好,跟着有辆1800高温 又是白色,我比较喜欢白色的 白色车我觉得个人喜好好像高贵些 这架1800,比较大CCD,后期些 这是2014年车,这架2014年车 有很多补品的,这架车都 很大鸡皮,哇,哪有这么正的电单车 就是这架Honda CB11R,我们一般打工仔 买不起,当年已经卖3万4千元 3万4千元已经可以买到一架 万时得的四门房车,这架车 当年捷技也不是说你有钱 我给3万4千元就卖给你,当年是要车手证 它认识你,才会卖给你的 这架车都相当经典,现在亦想再进行翻身 不过翻身零件比较难找,不过都会尽力找 好了,大家跟我上楼上看看 我还有一些应该在外面街都见不到的Honda 好了,我由第一架开始讲起,第一架 这架叫做CB450,大家看到车牌 我也是特地勾这个车牌出来,CB450 这架是1969年Honda的电单车来的 这架可以开的,我每年都拖去做Service 不过我很少开的,你看我现在有个石油器罐在中间都知道 是最后高潮流量, Cody,大家看到车牌 都是电梯的东西,这架是最大的 是1弹性的,你会看到车牌 是1弹性的可能性,不过是1弹性的 是5弹性的,4弹性的,但是1弹性的 能力感受量是1弹性的 是9弹性的,但是它是1弹性的困难 是 memoir的,是1弹性的斯理 用车牌的我觉得用车牌 的是4弹性的 是5弹性的,你可能发动 哦,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车牌 接着到旁边这架比较大CC,旁边这架是1978年CB750F,这架看起来好像很大架,其实很好驾驶力是非常好的,OK 第三架是1982年, 1982年CB900F2,当年能够开架CB900F,出街很多人都已经哗哗声了,但在街上看到人家开架CB900F2,什么这么架势的,哇,你看看猪头,好漂亮 大家看看这边又有一架不同颜色的CB900F2, 好,这架又有一些故事的,这架是英国回来的,因为这些零件其实已经难找了,这架车我就在英国回来,其实想去做零件车的, 谁知道回来这么漂亮,好像拿来拆了来做零件车不是那么好,不如出牌吧,出牌链链链过一次,这架是美期1984年, 1984年我想现在很多玩电单车朋友可能未出生,这架车都是相当有质素,很有历史的, 接着到这架是2000年CB1300,这架是纪念版来的,因为纪念版香港可能只有一架, 红色龙骨,红色蟋位,这架红白色配搭跟普通版是不同的,原装一出车是4出1来的, 但我特意都要订回一对原装的4出2的猴,我认为帅很多, 不知大家怎样看,我认为帅很多, 好,大家现在看到,这里有几架警车,几架都是HONDA, 当然有一架不是HONDA,但我比较偏好于HONDA, 第一架开始一架SC1300的警车, 现在试一试着警车,爽一下先, 其实现役消防署都在用着,我想大家见到很多消防署去救人那些, 或者赶着它救火,都是有用的, ST11警车,不过没放在那裡,原本就在这个位置拿去弄, 这架VFR750,这架VFR800, VFR800这架只是新车,走了几公里, 如果大家有机会看片,上网看片很多日本的警察, 都是玩这架VFR800,玩到出生日化的, 玩雪糕桶,很灵活,很厉害, 那HONDA警车呢,我尤其喜欢, 我想很久以前, 就是HONDA警车, 我学电单车那时经常被白炸抄牌, 就是Yamaha 650来的, Yamaha 650追着我的抄牌, 及后一转车,不知道大家有无看, 李秀賢的出铁器巡警, 开始转了1984年, 转了HONDA CBX 750, 那时我已经觉得, 那些警车原来HONDA警车这么有型, 千方百计, 挨待你,他才肯卖给我, 当然他也知道, 我跟他们熟, 他也知道我都不开, 放在这都是欣赏的, 所以无所谓, 大家看到我都是得个看字, 这些车, 是谁, 在撩动琴弦, 那一段, 被遗忘的时光, 渐渐地, 会伸出我心看, 每一对时光的向上都不如能留意准备掉, 渐渐的求和你胖検中,